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以后茄子买回家不要再红烧着吃了 今天我们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新吃法 出锅后外焦里嫩,酸甜酥脆 家里的孩子三甜两头点名要吃,真的太香了 接下来跟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把茄子递,切下来不要 然后再找一个刮皮器把茄子的外皮削下来 今天我们这个做法最好把皮去掉 这样也好方便下一步的操作 去好皮后再改刀切成5厘米左右的长段 然后再改刀切成厚片 厚度大约在1厘米左右 大家在挑选茄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直一点的 这样切的时候更加方便 另外还要用手捏一下茄子的果肉是否紧实 只有果肉紧实的茄子才是比较新鲜的 接着再改刀切成长条 调尽量切得均匀一些 最后来看一下,切成像我手中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些白醋 再加入一勺食盐 再倒入清水,没过茄子 然后下手抓拌均匀 把里面的食盐和白醋抓拌至溶解开 将茄子放在里面浸泡10分钟 这样可以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往里面加入一些番茄酱 再加入两大勺白糖 再加入少许清水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把番茄酱和白糖搅拌至化开 搅拌均匀后 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碗 往里面打入两个母鸡蛋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把鸡蛋搅散开 这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 将蛋白和蛋黄搅拌至融合在一起 搅拌均匀后 先放一边备用 现在我们的茄子也浸泡好了 然后再下手把茄子简单地清洗一下 洗好之后 控水捞出来放入漏栏中控干水分 控干水分后 放入大碗中 然后再把鸡蛋液倒入茄子里面 接着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茄子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鸡蛋液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 吃起来非常的香 搅拌均匀后 先往里面加入一勺淀粉 然后下手抓拌均匀 让茄子都裹上一层淀粉 淀粉我们要分几次加入 这样才能让茄子裹得更加均匀 而且还能更好地掌握它的干湿度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你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最后抓拌至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往锅中加入多一些的食用油 把油温烧至七成热 用筷子试一下 筷子周围冒密集的小气泡 这个油温就可以 然后把裹满粉的茄子放入油锅中 下锅的时候要分散下入 防止它们粘连在一起 全部下锅后 先不要着急翻动 给它炸至30秒 先将茄子表皮炸至定型 然后再用漏勺搅动一下 把粘连在一起的茄子搅散开 一边炸一边不停地翻动 让茄子受热更加均匀 全程开中火炸至5到6分钟左右 一直把茄子炸至颜色金黄 外焦里嫩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控油捞出来 放入漏勺中再控一控油 这个时候的茄子已经熟了 吃起来外焦里嫩 非常的香 为了口感更加好吃 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把刚调好的番茄汁倒入锅中 然后开大火 把料汁煮开 一边煮一边用铲子不停地搅动 防止它粘在锅底 一直把料汁熬至浓稠 起大泡就可以了 然后把炸好的茄子 直接倒入锅中 开小火 快速地翻炒均匀 翻炒至茄子都裹上一层糖醋汁 这里炒的时间不要太长 要不茄子就不酥脆了 大概翻炒个20多秒左右就可以了 炒匀后 就可以出锅装入盘中 美美地享用了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糖醋茄子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 外焦里嫩 酸甜适口 真的太香了 最后再撒一些黑芝麻 点缀一下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茄子 一出锅孩子们抢着吃 你也快来做给孩子尝尝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